大家好,我是辛亚,欢迎来到辛亚的四方烘焙课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芒果吐司 我们要怎么做原汁原味的芒果吐司呢 来首先我们看一下材料 我们今天用的酵母是这种白玫瑰新鲜酵母 它买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一整块 我们就可以把它切成我们所需要的大小小包小包这样子 把它包着去冷冻,就像我之前教大家的样子 那如果说你要马上用的话 你就是把你需要的分量拿出来 然后再把水,一些水 这个水是一点点的温水就好 把它加进来 然后就放在旁边让它融化 用温水的话,一点点的温水是让它比较快 能够酵母能够起作用 所以我们就先放在旁边让它软化 然后还有哪些东西呢 就是如果说你有芒果酱的话 自己做芒果酱你就用芒果酱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切这个新鲜的芒果 把它切小块 等一下加进去也可以 或者是你把它打成汁也可以 我是切小块直接等一下丢进去 然后还有奶油,糖,盐,还有蛋 那至于配方我会再给大家 那还有再来就是高筋面粉 这都是过筛后的 那再来我们就是把所有的材料丢丢进去哦 拌 好 要记得哦,我们做吐司啊 盐巴跟奶油我都是最后才放 所以先放在旁边 那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加进去 糖啊 还有这个 直接加进来 再来就是酵母 我们刚刚让它软化融化的酵母 我们新鲜酵母啊 保存的方式我们有讲 我们可以把它小包小包 包好以后放在冷冻 那要用的时候拿出来 要记得把它用温水 温水这样子调匀 让它融化 融化了以后你再把它加进来 酵母 它遇到温水啊 你如果放着不管它 它会一直 一直起泡泡 然后一直膨胀 那表示说你 你酵母是活的 它是有活性的 如果说你酵母加水啊 温水啊 放在 常温下 放了好久啊 它连一点动静就没有 表示你的酵母已经死掉了 要记得温水是指 大概38度左右 不可以超过 如果超过的话 你就把酵母给烫死咯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点 好 就把它直接加进来 好咯 然后我们就把它拿过去 搅拌 好我们就把它放在搅拌缸里面 让它用低速开始搅拌 你看 要用低速哦 不然一开始就 那个速度太快 会飞溅的到处都是 我们刚刚讲的 盐跟奶油 还没放进去哦 先放在旁边 准备着 没看到 它已经打成团了 就可以用比较速度比较快一点 让它嚼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打成团了嘛 那如果说因为每个面粉的吸水度不一样 你在搅打的过程发现它太湿了 都没办法成团的话 你就要多加一点高筋面粉进去 所以要学会判断哦 如果你在打的过程 它没办法成团 表示你水分太多 所以一定要再加高筋面粉 那如果你在打的过程 觉得它好干哦 成团了但是却有裂缝 那表示说它太干了 你就可以再加一点芒果泥进去 要自己学会判断 那我们现在已经打成团了嘛 再来就是把这个盐巴加进去 再让它打 盐巴的作用啊 就是让吐司能够产生筋性 加的盐巴是很重要的哦 那我们把它打到 它盐巴都吸收了 而且成团正在打了 再来啊 它已经开始产生筋性了 我们就把奶油 冰过的奶油 把它加进来 好我们把奶油加进去啊 它有时候奶油会备建到外面来 我们就要记得先把机器停掉 然后把奶油这样推下去 推下去弄在面团上面 好继续开始搅打 我们在打面团的过程啊很重要哦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啊 我们的食材都要是冰的 那不然的话 你就是要在这个搅拌缸外面 要放冰水 要放冰水让它隔着冰水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不要让这个面团的温度上升 面团的温度越高 你做出来的组织啊 它会越粗糙 就不是很好吃 所以在搅打的过程啊 你要随时注意 不要让这个肚子升高 好我们就再把旁边的 再把它推进去一下 来我们已经搅打一阵子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组织哦 我们先看一下哦 你看它有没有的薄膜状态 它现在这个薄膜状态 你看还有点锯齿状 所以表示我们还可以再打一下 好你看哦 我刚刚有在里面加了一小块的冰块 目的是可以让它降温 然后它如果不够柔软的话 也趁这个时候给它补充一点水 好我们来检查一下目前 呃这个面团的状态哦 你看它有薄膜状态咯 然后它薄膜是这么的弹透哦 然后薄膜它如果破掉的话是圆的哦 你有没有发现它是圆的 圆动型而不是像刚刚的锯齿状 表示打到这样子的状态就是OK了 这个就是面团的薄膜了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拿出来 好咯我们面团你看现在这个面团 做好的面团啊 它是不会粘你手的哦 但是它又有薄膜状态哦 刚刚不是有弄给大家看的吗 就是它那个薄膜状态 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它整成一颗大的圆 放在这个里面让它去做发酵 呃我们这一次做的是低温发酵的方式 也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要把它盖上保鲜膜 整个放在冰箱冷藏 冷藏可以12个小时以后再拿出来 或者是24小时 通常我会做24小时 因为我就前天晚上先打好面团 然后封好了之后我就直接放冰箱冷藏 等到隔天的晚上再拿出来 我就可以这基础发酵就完成了 呃我就会继续做后续发酵 最后发酵 所以这个部分啊 我们就再把那个保鲜膜啊 再把它封起来 然后放冰箱 等隔天晚上我们再拿出来再继续做 拜拜